主題名為《If I Wanted To》的展覽 主人叫Dorothy Zhang 9歲來到溫哥華 依據自己親身經歷而衍生的Sunday Rose理念 希望傳遞珍惜美麗的玫瑰和悠閒的週日 同時呼籲大家關愛生命積極向上 我現在稱為愛的寵寵 因為這就是愛死了 中國駐溫哥華總領館劉飛總領事 到場鼓勵華裔青少年全面發展關心社會 作為一個17歲的女孩子吧 這個可能作品跟藝術大家比還比不上 但是從她這個年齡段的小女孩子 能有這麼深刻的對人生的體會 我覺得還是挺值得支持和鼓勵的 為了這次展覽 Dorothy做了近半年的準備 不管是展聽現場的測量工作 還是展覽各方面的設計 都由她自己親自動手策劃 最懂其中付出的就是Dorothy的媽媽了 她體現了一種水泥是冰冷的 白色的玫瑰花是鮮豔的 是鮮活的 那麼通過這兩樣東西代表人的生與死 在今年上半年Dorothy還組織了一場慈善藝術作品展 通過網路宣傳吸引了數百件作品 為有藝術夢想的孩子籌集款項 受到廣泛關注 祖客請陳子欣 溫哥華報導 指導師來炫耀 其他的氣憶肌 阿珊